来 我们掌声有请金武森 大家好 我叫金武森 毕业于河北地质大学 在校担任勤工智学协会主席期间 协会拿行人数达到历史最高 达尔斯为了坚定自己创业的决心 便不像家里要生活费和学费 期间干过多份兼职 2016年注册自己的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是服装印花的设计生产 现在公司年营业额约200万元 今天我想求得一份商务拓展 或销售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那是你女朋友啊 对 女朋友陪你来求职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俩现在订婚了 在22 对 你订婚 对 你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我们俩在一块时间比较长了 已经好几年了 上大学到现在已经15年时间了 订婚我感觉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们觉得可能有点惊讶吧 这么小年龄就订婚了 然后我自个儿觉得 算是对人家一个成多的实现了 为什么要这么早订婚 因为去年大学毕业了嘛 然后现在也工作了 然后 这年头还流行订婚嘛 接就接呗 因为是合适的人就先订了吧 我们年龄现在都比较小 但是现在不是还在工作吗 先订完婚再合理地在一块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那万一要是订了 后来不接不好难堪 那就争取接吧 那付了订金没有啊 付了 你们那边的风俗定金是多少钱 聘礼当时给了十万 这么多 你今天要求薪资多少 还有人后呢 六千 活脱脱你一年多的薪资 娶个老婆划算吗 因为那个钱到时候 也是给我们两个人一块 就是共同建立新家庭用 回收啊 回收的 原来是这样 先说说你那家公司 这上面写三百万的年营业额 你说两百万到底哪个真的 两百万 当时上大学就都想去独立自主 锻炼一下自己 然后就是去兼职 然后看见学长那个项目之后 我就上淘宝搜 我说那个给那个T恤印花 我说是不是特别麻烦 然后上网一搜 就是说特别简单 能花几百块钱 就可以买到那样一个设备 然后我就当时拿到两千块钱 就买了那个设备 划了一个二手的打印机 然后租了一个五百块钱的 那个月租房 然后我就跟我对象两人 就做了第一批订单了 听你这兴奋 竟然好像你印钞票一样 于是我买了一个五百块钱的设备 租了一间房子 我就开始印钞票了 你一地质难搞 什么印花感 因为当时我选了一个专业的时候 是因为求我嘛 所以后边我就觉得太苦闷了 我不太喜欢那个工作人 他什么专业 他是法学的 你们两人的专业都好无聊啊 对 但是你们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开一个小作坊 自己印步 对 印步 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公司经营的赚钱吗 赚钱 赚多少钱一年 年利润在18%到22% 18%也就是说你大概赚了36 7万 对 40万 对对对 对吧 对 这里面包括那个结婚的订金吗 不是 订金是爸妈给的 那这个钱就是自己瓜分 对 我就买了一个车 然后就是公司投入什么的 就这样 你这个败家子 自己有钱不付订金 用父母订自己买车 当时不是 我买车是上大市的时候就买 大市就买了车 你个败家子 因为每个人创业都有自己想法 我可能就是为了去买那个车 然后我去努力赚钱 按道理来说 你只赚了40万 应该40万再投入呗 买什么车啊 年纪兴兴 我投入进去了 就是厂房就一步一步的 逐渐的扩大 固定资产大概有多少 固定资产 就加一块的话 也就是个 七八十万 大老板的 你好 当他创业挣到铁来 做得还不错 人就心就野了 他才回来到一个企业里边工作 特别难踏实下来 所以这小伙子能不能说 能不能到一个企业里边 踏踏实实待下去 这个我这还真抱持怀疑赛 就因为他创过业了 其实我们定位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 做生产的这个业务 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 如果我再去瞎弄 瞎做订单 然后把整个团队的时间都浪费了 那你啥意思呢 然后我出来 就是生产的活 我股东完全可以负责 那谁管那边 两股东 你多少股份 我占百分八十 他的 他没有 他是 我百分八都是他的 法人写的谁的名 我的 那怎么说是他的呢 因为他跟我结婚了 因为你是他的 我是他 好 就是这工厂现在可以交出去了 对 但你还是股东 对 你还要分红 对 但你出来是干什么呢 我不是应聘的是 BD嘛 商务拓展的 我就是进一步的 想发挥一下 我自己这个 有限的能力吧 然后再去给公司创造 业绩的同时 再提升一下自己 那你将来还会创业了 就是 如果能在公司内部创业更好 比如说在公司做项目 如果公司不能做项目 就是说可能未来几年还会自己创业 来 拿一只话筒给他的女朋友 你们俩共同创业 辛苦吗 还好吧 做老板娘的感觉好吗 好啊 做老板娘可类似了 有什么多好的 法人又不是自己的名字 股东又没有 万一分的时候 一分钱都落不着 没有啊 都是我花的 你花钱买什么呢 就买衣服啊 你个败家老娘们 好 行行行 开玩笑啊 说实在的 就是你们俩共同创业 已经有一定规模了 成熟了 交给别人去做 然后他出来去应聘 这其实是从一个小私企业主 然后转变成一个打工仔 你如何看待你心爱的男人 有这样的转变 我是支持他的 他现在就是很发愁 就觉得公司就是运营下去的话 就能正常运营 但是没有特别好的发展 就觉得自己能力不行 然后他想去学习 嗯 你支持他去哪家企业 他一家企业没有来 那如果要在这几家当中选 你会帮他选谁 潮汐 潮汐 眼光真独特 为什么 因为经常看 经常看见他在节目当中干什么 就是批评选手 批评选手 那还选他干什么呢 就他就需要这样的历练 就是他很坚持 你需要人骂 对吧 好 来来来 请坐 其实金鲁森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感情 让我特别的感动 他们对于感情的这一份 互相的尊重和信任 我觉得是非常感染源的 你一面试的是商务拓展和销售类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你实实在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是做过的 对 对吧 对 那你的这个销售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呢 我主要是去谈合作 谈渠道吧 你可不可以来试一下 假如说 可以 假如说朱涛那儿 有一批衣服要印上这个画 他们自己设计的 他们是做朝科文化的 对 你想把这个单子谈下来 你来试一下 涛姐你好 你好 我那个是看到咱公司是做那个动漫元素这一块 二十元的 对 然后二十元文化其实真的特别好 就是好多年轻人现在都把他们弄在T恤上面 就张扬自己个性嘛 然后我看你们这次活动就是说 也是好多二十元朋友来参加 然后你们现在有没有就合作 就是供应商这一块 有啊 淘宝一找一堆 淘宝的话 他们的就是说 你们找大概什么价位的 几十块 几块的都有啊 你是什么印呢 我们有数码直喷 私印 然后还有热转印都可以 你的优势是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选你不选淘宝上其他那些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做了将近四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们主要做印花的话 我们主要做数码方面 数码印花在国内也就发展这差不多快四年吧 然后我们做这四年经验已经算很好了 而且我们用的服装的面料 都是我直接去科巧那边在市场里面赚的 然后找到最好的面料 单件的价格是多少 单件的价格 基本上是 三十五到六十 具体看您的那个图案 怎么样 我觉得脑子 脑子赚得很快 挺好的 然后一人性也挺好的 讨人喜欢 他要的价钱也不高六千 对 是吧 对 是正式的工作 对 正式工作 地点要求一线城市 对 包括杭州 对 是吗 对 别的考虑吗 就是不想在北京 为什么不想在北京啊 因为我在那个石家庄在河北这一块待了五六年了 然后我因为在录制节目之前去了深圳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饮食方面吧 因为我是我们俩都是四川的嘛 然后那边吃的 那你会四川 不不不还是喜欢稍微偏难一点 怪不得四川男人全是爬二度 第一轮选择曲火灵 还有是三站的 来 先生我有 有财吗 没有财 没有财 那我们就职场行商课堂 好朋友的恋人出轨 你该如何旁娇刺激地告诉他 这是个原则性问题 我就直接告诉他 怎么说 比如说是我 我就是说你对象平常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就说了吗 你不是说直接说吗 还是旁娇侧击说 因为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 你怎么说的 我就直接说了 说嘛 我就说你们俩别在一块不合适 为什么呀 我看见他也不关心你 然后你们俩在一块你也挺累的 他关心不关心我你知道啊 我看见他跟别人挺爱美 什么 那你不早告诉我 我先生不告诉你了 昨天才知道 你告诉我就告诉我你笑什么 现在 你很幸福是吗 现在咱俩是演绎嘛 其实我对于金武僧的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 我觉得他这样可能会带给他朋友更大的一个伤害 这件事情说明你缺乏这样的经验 缺乏思考问题的迂回的技巧 你选择直接告诉 因为我觉得原则性问题不告诉他 原则当然要告诉 但并不一定要直接告诉 对 你直接告诉很有可能你反而会引来尴尬 来第二轮选择 许侯虏 还有四盏灯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潮汐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BD 薪酬是6500加 我给你职位是高级销售经理 位置是在上海 简单说两句就是我们 其实我看到他写的 做有意义并且盈利的事 我觉得对于果库来讲 你可以多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在生鲜这个很苦的行业 基本用了八年的时间 我们一直是盈利的 而且基本也是通过十万块 我们可以做到几个亿的营收 我相信这个过程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现在写的这个上海 是我明年重点发力的华东地区 我希望能找到一些 在销售上有主见 并且愿意开疆拓土的这种人 大家一起来做 赵小叶 给的是费成顾问 就是销售 然后那个底薪是6000加 好 张正斌 给的是销售的岗位 工资是6000 留两斩 灭两斩 去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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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请佳人 潮汐谈钱不上感情 好 来 请揭晓 这个价格要谈吗 你加了钱是吧 加了 加了1500 为什么 一定要拿下吧 一定要拿下 你加吗 加8000 我也8000 哎呦 潮汐 要加不能加到8000 你至少跟他不一样 8500呗 你跟他一样有什么意思呀 对呀 有道理 8500 8500 其实冲动了啊 还是潮汐吗 对呀 这样 那个武森 看我的眼神 特别想要你的眼神 对 而且我确实能让你体会 刚才你描述的 不管是创业也好 对你有帮助也好 因为我们真的是白手 一层一层起家 这个过程 所以我特别理解你 从小往大做的过程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这边 你刚刚说是上海这边 现在还没开始做是吧 已经做了 我们已经上海做三年了 一年差不多有几千万的营收 再好 来 这边 一个 那个曹总 咱这边的话 我刚才我有点没太清楚 就是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 你来了之后 先熟悉我们公司的业务 因为旅游 其实对你来说 还是一个蛮陌生的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 会去 从 基本上算是从零开始 你跟我一起来做BD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果库 六人游 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果库 不是 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 到这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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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说一下 为什么选他 我觉得 果库的老板 就是说 刚才他跟我交流 我希望我们能先成为朋友吧 那你跟他不能成为朋友吗 因为他没有这么过 就是这样的试探 没有 我其实在台下挺好的 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我告诉你 就正你一个观点 跟你的上司 要成为不远不近的朋友 千万别勾肩搭背 要不然你就死翘翘 这是我的经验 好的 好不好 祝你们俩新婚快乐 要接赶紧接 再见 来来来 如果在果库那边可以的话 我想在公司内部创业 然后在果库里面做项目 然后去做市场 然后五年之后 做成一个项目的总经理 然后带团队去做 有没有 是 我 我 有没有 我们 是